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朱利叶斯兰德尔职业生涯的前四年军在湖人度过,但在2018年夏天新秀合同到期后,他以自由球员身份离开球队,转头提湖。 而勒布朗詹姆斯的加盟,是他做出这一选择的主要原因。 根据SB内省记者Rippy O'Donnell的报道,2018年夏天,当勒布朗詹姆斯在成为自由球员的第一天就成,诺加盟无人之后,兰德尔要求球队允许他成为不受限制的自由球员。 按照规则,首轮秀四年新秀合同结束后,母队有权为其开出资格报价合同,使其成为受限制自由球员,保留匹配其他球队报价的权利。 当2018年夏天,无人并没有这样做。 本赛季,兰德尔成为尼克斯战术核心,迄今维持场均得到23.1分,11个篮板,5.6次助攻,3分命动率高达40.6%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